日前南投縣政府與第四河川局、南投地檢署、水利署等相關單位 在水里鄉玉峰村舉辦數據作業即連政宣導聯合說明會 縣長黎明珍表示,透過資訊化的管理,讓資訊更透明 也是要讓縣民了解到數據工程一切公開透明 且對於資源的運用也都是用在縣民所需之上,讓鄉親能夠放心 我們的縣民都了解,輸進工作是公開透明的,沒有什麼弊端 所以大家放心,我們會把我們的國家的資源用到最有利的這個條件上 尤其我們南投縣的沙石、輸進,我們賣了之後都是要給我們三萬八千名的同學吃營養午餐 所以現在全國只剩下南投縣,有供應營養午餐給學生來吃 所以我們南投縣有八千,三萬八千多名的同學是非常的幸福 家庭呢,因為要減輕他們家庭的負擔 第四河川局局長白烈彤表示 這次舉辦說明會的目的,是讓所有民眾都能夠知道整個書郡作業的流程 並結合檢查署做溝通平台,與縣府等相關單位合作 做一個書郡聯合管控的程序,讓資訊更透明 就是我們今天所談的公開即時透明 我們希望我們的整個書郡的一個作業的一個程序 能公開給百姓知道我們整個作業的一個流程 然後重要的是我們有跟結合檢查署做了一個溝通平台 我們希望以檢查署一起來跟縣政府跟我們河川局 一起來針對我們的管控的一個書郡作業的一個程序 然後把這些訊息公開給百姓所有人知道 這次的說明會展現了沙石清運資訊化控管的流程 並由縣府河川局以及地監署等相關單位共同來監督 避免沙石弊案的發生 並將所得經費運用在縣民福祉 讓民眾能夠了解到整個書郡工程的流程 希望與鄉親共同來監督,保障鄉親的權益 記者廖玉穎、水里香採訪報導